他那怎么突然有过光束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放的是什么波呀 好帅呀 嗨嗨 我来玩super赛亚人 我这是小熊 好 我今天就来玩这个 我的世界七龙珠模组了 诶 我衣服呢 你好呀 比克 我没别的事 就是来脱 就是来借套衣服穿 好 经过上期视频的努力 虽然咱们现在还不能变成超级赛亚人 但是咱们已经有了56级的实力了 战斗力48 也是拥有了气功波 残影拳 还有气弹三个小技能 并且学会了武空术和暴气技能 OK兄弟们 咱们这期视频还是一样 常用点赞只要冲上一万 咱们下期视频继续更新这个系列 好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龟仙屋 去找一下克林 咱们现在有任务 克林落地 我又来了 大光头克林 眼神非常的和善 好家伙 话说克林你什么时候长那么高的 还娇羞的走开了 滚 好 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商讨一下对策 哦 据说在这个坐标轴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天界塔 天界塔上有个仙人 有让人变强的药水 看过动漫的朋友应该知道啥剧情了 然后现在呢 就是我们想要打败陶白白的话 就必须要去那个天界塔才行 让自己变强 那克林刚刚已经告诉我们天界塔的坐标了 然后我们现在只需要 动用一些君子小技巧就可以了 哦 什么 这就是天界塔吗 我终于上来了 哎呀呀 真是历经千辛万苦呀 臭不要脸 等一下我怎么直接就上来了 我得走一下流程 我先下去啊 好 下去 我们要还原动漫啊 我们要爬上去 重新来一下 哦 什么 这就是天界塔吗 这话话说天界塔 怎么被炸了个两个大窟窿呀 这这好家伙 哦 那这就是陶白白干的吗 邪恶的陶白白 我现在要上去找到那个什么水 哎 what 我这就找到龙珠了 什么情况呀 哦 我们现在找到了二星球 看来这龙珠也不是那么难找啊 咱们后面可以想办法 把这个龙珠给找起 然后许愿 好 现在废话不多说 赶紧爬上这个塔吧 但话说这个塔 为什么中间一个大窟窿啊 这个塔 也没个梯子呀 我记得悟空不是这样爬上去的吗 我这怎么爬呀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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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了呀 好好好 我们现在爬啊 哎呀 好辛苦呀 哎呀 哎呀 哎 这个柱子怎么就办了呀 柱子也被炸通了 这啥情况呀 这我们终于爬上来了 那好 咱们现在去找这个猫蟹人 这个卡林仙人 一只人畜无害的小猫猫 但总感觉你怎么是这兔子呀 哎 胡子还会动 可以可以 哎 每日免费领取物品 我还可以每日签到是吗 可以领这个仙斗 还有这个金斗云 但是我会飞了 那我这个领这个仙斗吧 OK 有个仙斗了 看看这个仙斗 也不写效果啊 反正他肯定就是 直接把血回满嘛 对吧 好 我们现在要跟他 对一下任务剧情啊 神水 啊 我可能好久都没有看到 新人爬上这座塔了 你们也是来找神水的吗 啊 我们 不就我一个吗 神水我这里当然有 但是不能拜拜给你们 只要你打败了我 神水就归你咯 但是在二十年后内 打不中他的话 就算失败了 好家伙 那我得干架了 OK 我现在要挑战你 好 神水就在他的手中 哎 他跑得好快啊 但是我是一个气攻师 我直接瞄准打你就行了 等一下我攒口气放个大的啊 气攻波子 在这好能把它卡住 哎 这样就行了 哈哈哈哈 哎呀 你跑呀 哎 打败了 OK 咱们把任务交一下 领取奖励 在和我的训练后 你应该感觉要了 自己站的经验增加了吧 这种神水就是你训练时 留下的汗水 我手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神水 你他妈 哦 战斗力已经增加到143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咱们的加点还没加呢 把这个气攻波的这个点 全部加上去 咱们主要就是靠 各种气攻波来去打敌人啊 然后这个气也增加一点 OK 确认加点 咱们现在气弹的强度 已经增加到了436 哦 すごい 好 那咱们现在 重新召唤出淘白白 哎 这个情节要怎么用啊 啊 直接吃了是吗 好家伙 把情节吃了 然后淘白白就过来了 啊 你竟然吃我的情节 完了 它还放气攻波 快躲开 哦 锁定它 然后来一波气弹 然后回一回气 攒一波大的 卡 没 哈 没 哈 怎么打它不伤血啊 为什么啊 怎么我刚刚那个大招 打它不伤血啊 它是开了什么爆气的状态是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开启爆气状态 淘白白 拿命来 哎呀 先进站吧 它跑得好快 来点气弹 干扰它一下 你过来啊 它还在放波 我也来 你马上就没命了 小贼 哎呀 它又追过来了 那我进站吧直接 进站伤害还是挺高的 别死别死别死 不然我仙头就浪费掉了 哇 哇 终于打掉了 我妈呀 我刚刚还好像还学会了新技能 击败了五道家 奖励三千点经验 和两千块钱 可以 新技能 能量波 发出一团电气能量 哇 那是个比我气功波厉害啊 试一下找个恐龙试一下啊 看好了 能量波 哇 直接不用蓄力的 呜 所以 打完了淘白白 我的战斗力已经升到了341了 哇 我终于开始变强了 现在等级已经到了93级 我觉得离变身超级赛亚人已经不远了 我们现在要去打一个什么 长翅膀的绿色怪物 击败轻魔 哎 就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 击败轻魔 把这个任务打掉 咱们又做了一个任务了 又可以变强了 哇 它还会夺我的这个气功波 好灵活呀 比淘白白灵活多了 淘白白只会傻站让我打 哎呀 我没气了 我掉水里了 我猜放什么 哎呀 等一下 它那怎么突然有波光束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放的是什么波呀 好帅呀 在夕阳之下看着 我也想学 还是近战跟着打吧 咱们画面右上角有它的血量 应该不会太难打 哇靠 又放波 它的波好帅呀 而且蓄力时间很短 好了 咱们终于可以把它打掉了 还想放波 打掉了打掉了打掉了 哇 累死我了 我们刚刚在打绿色怪物的过程中 得知了它是邪恶魔王的手下 被封印的怪物 啊 我们现在要去打败更多的轻魔 获取魔王细胞 找到大魔王的线索 等一下 要去打笔克大魔王了是吗 我刚刚不才去他家里偷了衣服吗 这好家伙 这不用找线索了呀 恐龙你让一下 这不用找线索了呀 这不就笔克大魔王吗 啊哈哈 啊 哦哦 这个是 这个是好的笔克啊 笔克大魔王 是那个邪恶体对吧 这门我打不开了 被三脚龙给挡住了 那这 那这 那我怎么出去呢 那 那只好这样了 啊 啊 我不打扰 我走了 啊哈哈哈哈 哦对 咱们上期视频 不是还把这玩意给造出来了吗 这是塞尔人的那个球形的飞船呀 我们可以坐进去 哦 哇 这样就坐进飞船里了 然后咱们可以航行去 纳美克星 还有这什么 无知界是个什么东西 咱们还是先打败笔克大魔王再说吧 下期视频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 那同时呢兄弟们 咱们这期还找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哦 二星球 龙珠 没想到莫名其妙还找到一颗龙珠啊 咱们后面还可以再去做一个龙珠雷达去找龙珠 看看把神龙召唤出来是个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咱们可以许什么样的愿望 那我就许一个 各位观众给我点赞的愿望吧 OK 那咱们这期还是常有点赞充一万 下期视频继续更新这个MC龙珠生存 那么我这是小熊 感谢我看别忘了点赞 下期来看 拜拜 拜拜 拜拜